直播剧場 拍攝 我感謝主 很高興 廣照公給我贏了 讓我可以第三次來的廣照公 看到這麼多好朋友 我們一起來參加非天大盛的聖授慶典 我很高興 我們現在把疫情控制住了 也穩定下來的 我們現在要漸漸走向 恢復正常生活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宣布了 邊境逐步解封 開放國門的計畫 相信 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我們可以朝正常的生活 我們再往前 滿意大夫 大家說好嗎 好 防疫的過程其實不簡單 我相信我們跟朋友們有很親愛的感覺 特別是疫情剛開始 漸漸接受很大的影響 承受很大的壓力 但是漸漸人很團結 我們也有廣照公在保障 我們和家鄉 中央在地方做飛拍檔 共同走過最困難的時刻 除了廣照公之外 我來漸漸 常常有外國朋友或是外國的每天 我都有帶他們來漸漸走走的 來介紹我們台灣最具特色的地方 還有很多好吃的東西都在漸漸 我們的國門也快要打開了 打開以後 也相信有很多的國際旅客 都會陸續來我們芒果 我們芒果很快就會恢復以前的勞累 疫情穩定控制 我們繼續在拚經濟 也讓國家的福利政策 可以更落實 照顧更多的人 這段時間以來 我看到我們的行政都很打拚 所以我們的長照 就是老人照顧的長照2.0 我們持續增加我們的預算 長照政策 我作為總統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 預算到50億 我現在的預算是640幾億 所以大幅的增加 我聽很多朋友在說 至少我們投入這麼龐大的經費 我們建構這麼大的長照照照體系 有幾個好處 以前 家裡有需要老人照顧 你需要輔具的時候 輔具都很貴 現在政府幫你補助 所以我們輔具產業也做起來了 我們一般人也買得起輔具 所以照顧老人家在家裡 行動不變 就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老人家 我們也有到府幫你去 幫你整理家務 陪你一下 這個對很多獨居老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關係 所以整個長照的規模越做越大 也有很多二度就業的人 他也加入長照系統 我們也有一個禁止的說 我們的薪水不能太低 月薪不能低過三萬兩千塊 你如果願意做多一點 你可以賺得多一點 所以很多人在長照服務這一塊 找到了他們人生的第二春 所以我們的長照 我們會繼續加碼 繼續讓我們做得更完整 讓全台灣的能夠受到長照覆蓋率 也越來越高 我們對小孩的照顧也是一樣 我有一個政策叫做 國家跟你一起養 零到六歲 我們每年少子化的預算 就是一千億 要照顧小孩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很多阿公阿嬤都很煩惱 他們要去讀幼稚園 我們公力增加三千班 但是你抽不到公力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種叫做 非營利害準公共化一個月 絕對不會超過三千塊 大家都可以進得去 雖然疫情造成影響 我們的經濟還是穩定的成長 我們國家的財政算穩定 所以我們國家有經費 來照顧年輕人 照顧年輕人 照顧年輕人 這個政策我們會持續的做 我們也希望地方政府 跟我們充分的配合 大家一起做 在這裡我要向大家設計 感謝你們的收聽 我們中央地方同心 去邦港 去台北 去更多人 做更多的事情 做更好 大家說好嗎 好 感謝大家 各位好 感謝大家